今天是禮拜五早上嗎? 今天是禮拜五 今天是禮拜五早上嗎? 今天是禮拜五早上嗎? 今天是禮拜五早上 我以為錯覺 今天是禮拜五 很高興又找到HTC大大 今天跟我們介紹這一支 其實從以前 就一直持續有人在問我們說 盧丹市你們有沒有 調中系列 那事實上 從以前一直被問然後一直在找 其實都以我們這一條線來說 是不太容易找到 這麼的特殊 而且也是少有的 今天這一支好不容易在 女神護航從法國把它帶回來之後 我們第一次摸到了 調中系列 那我想HTC大大應該對調中 是不陌生 你都從國外買了是嗎? 沒有沒有其實很慚愧我沒有調中系列 真的假的? 沒有沒有 對因為就像你講的很難入手 對那調中系列的香味也很獨特 對所以其實還沒有考慮過要入手 但是久文大名很有名 是是是是是 那你剛剛第一支 十幾支第一支試的就是這一支 調中系列 對對對 因為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這支是非常有名 一定要找你來跟我們一起 有機會要趕快洗 對對對 因為它調中系列的話 是在法國巴黎他們總部 總公司限定 只在那一間總 就是總公司的總店那一間裡面 有販售 才有的 對你要買你要到 當地去才買得到 是是是是 那借問一下這一支大概 價格都落在多少 台幣大概落到多少 我不曉得這個 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耶 應該看一下那個 至少也要上萬吧 對那個清單的時候我才 對我只記得總金額 哈哈哈哈 完全沒有看過 有任何地方在賣 對啊 因為他也不能寄嘛 然後他們也只限定 限定就是在巴黎總部 巴黎總部 才能你要到現場去買這樣子 對 好好好 那這一支是詹式的啦 對沒錯 所以他也沒有跟著 寄去航海 他必須要親自來現場才可以 聞得到 跟帶走的這樣子 好不好 沒錯 我們趕快來先試試看這一支 那邊試的過程 也邊請HC大家幫我們 講一下 就你所認識的吊鐘系列 好 那我們就邊試一下 好喔 那我們 您請說 吊鐘系列你對他的認識 是有些什麼 好 那我說實話就是 我對吊鐘系列 沒有很多認識 但蘆丹士這個牌子 有一些認識啦 那這個牌子基本上 喜歡走偏風 走偏風 有一些非常獨特的氣味 那 對於愛香的人 其實是一個 非常值得推薦的牌子 先消毒一下 再繼續沾 欸 先擦一下 對 這個在鏡頭前 一定要做倒杯 哈哈 對 然後好像是他的這個 創始人 大概人生經歷比較坎坷啦 我印象中是這樣 所以 有人認為蘆丹士的風格 都偏黑暗 然後有煙燻啊 什麼 對 各式各樣比較暗黑的元素 還有一個孤女啦 在戰火中的商品 然後商品的命名 也是比較偏向這種黑暗系的 對 那他吊鐘系列給人的印象也是這樣 感覺上香味都是偏沉重 是 是 對 那這一隻 好我們等一下來講 對 對 對 那這一隻呢 是他很有名的檀香 是不是 那名稱叫做什麼 麥索爾檀香 麥索爾檀香 對 好 我們已經剛剛都上皮膚了 是 那先請HDD幫我們講一下 目前在你的身上怎麼產生 好 這個 這隻說實話 非常出乎我意料之外 因為講到檀香 其實已經都有一個既定的印象 味道大概就是這樣 八九不離十 但是這一隻一上皮 我第一個想起來的是 我家裡那一瓶成年的蘭姆酒 一打開瓶蓋的味道 蘭姆酒瓶蓋的味道 蘭姆酒一打開瓶蓋 你就聞那個酒瓶 瓶口的味道 就是那個酒香氣 因為蘭姆酒其實是有一點 有一點香甜的氣味 是 然後 整個撲鼻而出 就跟這個味道非常類似 對 它不是微醺而已是 是 它是非常的 酒香氣非常的重 對 那這一隻其實聞得到酒的味道 也聞到木的味道 糖也很明確 它裡面應該有非常多種各式各樣的香料 我們在Fernetica上看 就跟你寫Spices 各式各樣的香料 那裡面也有琥珀的成分 所以也帶有香甜感 嗯 再加上它的檀木 感覺上就像是泡在那個 充滿香料的糖漿裡面 對 然後 慢慢開始 就有些糖分開始發酵了 嗯 對 然後就酒香氣飄出來了 嗯 糖 糖開始分解發酵 對不對 對 變成酒精 對對對 哇 你真的喜歡得很好嘛 對 我覺得 雌窮了 它講完之後 我覺得 因為你家裡沒有萊姆酒 對 我沒有萊姆酒 對 好那林心町目前現在這一支 我聞到一個帶辛香感的 然後帶一點我覺得蠻乾燥感覺的 那種檀木的味道 木質香氣 非常厚實的感覺 跟之前聞到的檀香帶那種奶檀味啊 那種不一樣 這是比較 我覺得它比較特別 跟我們之前聞過的檀香都蠻不一樣的 然後它的辛香感帶蠻多的 嗯 因為一般我們之前在聞其他的檀香 大家可能會想到廟宇啊 或是那種比較純粹帶一些 焚香感的那種檀香 或是像澳洲檀 它那種比較帶奶香的檀 滑順的感覺 但這支它是印度麥索爾檀香 它是比較帶乾燥感覺的木質香 然後因為它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它要符合它 印度檀香的感覺 所以它有帶蠻多辛香感的味道 就把這些香料跟檀香做一個蠻好的融合 是 那我覺得這支對我來說最特別 其實我們檀香 檀木香也聞了不少支了 但我覺得這支是讓我覺得 視覺最立體的一支 怎麼說呢 我剛剛在聞的時候 我發現它是在室內的空間 那很像在這個百花大教堂 義大利有一個在佛羅倫斯 有一個百花大教堂 那這個教堂都是八百年歷史以上的 那你知道在這個教堂裡面 它的木頭放久了 就是會有一點油油的 它可能吃了很多的這個熏香 或吃了很多的這個煙之類的 那隨著成年的堆積起來 那聞到這個味道 就很像百花大教堂裡面 不管是椅子 因為很多的這個 這個虔誠的信徒 在這個教堂裡面 安靜自己的時候 坐在這個木頭椅子上 我覺得就很有這個 非常有視覺 看到這個木頭就在我面前 就是味道 對我覺得老闆講這個立體感 這個很明顯 那我們一般在香水中講這個 不管是深度也好 層次也好 立體感也好 其實都是同一回事 那什麼叫立體感 其實就是你聞得出它的香味 有很多明顯的層次 那這支你聞得到 第一個除了是它痰木本身的木質調的味道之外 你很明顯的聞到 這個東方琥珀調的香甜的味道 再加上它各式各樣的香料 本身就已經堆疊出很多不同的層次 對 所以讓你可以一聞就發現 哇這個香水很複雜 是有很多層疊起來的 所以那個立體感就非常明顯 我甚至聞到你知道 特別晚上的時候 然後他們會在教堂裡面會點那個蠟燭有沒有 對 我都聞到那個蠟的味道也 也在這個裡面 然後這個燭火還點著這樣子 可能是在唱詩歌或者是之類的 或者是送經這樣子 然後畫面非常的明確 就是這個味道 對 好那 如果女生來用這隻的話 你覺得這一隻 會讓女生想要使用在什麼樣的場合呢 那穿著上應該是 我覺得這一隻對我來說 它不是那種很重的木質味 它是 我反而會把它 如果用這個美食來形容 我覺得它像肉桂捲 有一種辛香感 然後它的那個 辛香肉桂的那個香氣 再加那種焦糖的那種濃稠感 是 有在裡面 但它味道不是像肉桂捲 但我是說形容它的那個給我的感覺 對 然後 你是帶著肉桂捲上教堂這樣 我覺得它的 嗯 應該會讓我比較 聯想到它 反而會讓我 比較想是偏美食調的感覺 對 然後帶一點 療癒的心情 它 成 當然不是就是如果說它是 跟花香柑橘那種比起來 它是 絕對是比較沉穩的香氣 然後 但是它又帶一種就是 療癒感在裡面 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比較偏就是 美食調一點點 好的美食也是會讓人有療癒感 是 好那HD大大的 你男生的角度 這一支調中的這個 彈香 你會用在什麼樣的場合建議 還有穿著呢 時機 好那這支對我而言 比較像是東方新香調 那 就是它的香料感 加上它這個琥珀 或是燃喜香 這個香甜的感覺 對 那我反而覺得 至少以 我們剛剛噴出到現在的這個階段而言 它的木質感並沒有這麼的強大 對 所以就以這種東方感的香氣而言 我覺得 第一個一定是適合在 稍微微涼的天氣 對 然後呢 可能會在比較晚一點的場合 對 例如說出席宴會啊 晚餐啊 OK 對 或者稍微正式一點的場合 對 對 OK 所以這個 正式的場合 或者是正式的晚宴的時候 對 你會建議使用 所以它給你 這一支箱子給你一個比較 穩重 比較慎重的 對 形象 OK 是 那 你們自己覺得對男生 女生來說 是不是都 合用 還是比較偏男女生來 禮 我覺得 我覺得都可以 而且就我個人 我才不會管怎麼早上晚上 是 我只要想起這個味道 啊我想聞 我就會用了 OK 那這個 像它這種 比較沉穩的 你有沒有特別 心情 會做 此時此刻的心情 什麼樣的情況你會用這支來 有 有 當然是有 那 像這種 比較偏香甜 酒香的 那我會選在一個 我覺得今天的情緒比較 比較屬於比較高昂的狀況 可能比較不是這麼的 例如說 感覺有點沮喪啊 這種狀況之下 我可能 不是很喜歡類似的香味 但我覺得一早起來 覺得今天心情還不錯 可能有什麼好事要發生 覺得情緒屬於相對比較高昂的情況之下 OK 我會比較想要聞到這樣子的味道 真的啊 反而你是 情緒高昂的時候 你會想要比較鎮定 所以你怕自己嗨過頭的這種 是不是 因為我相對來說 我覺得這支是比較讓人鎮定 所以 你看每個人個性不一樣 他會用在他高昂的時候 他反而想要用這個 我會想要聞到比較厚重的味道 然後你想要心情 心情高昂的時候 你會比較喜歡厚重的味道 反而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會想要聞比較清新的味道 OK 是是是 帶給你不同的那種 對 感覺 就心情很沉重的嘛 至少聞到味道 要清清清清清亮一點 對 馬上讓那個心情轉換變比較明亮的 那我覺得真的是看個人個性 像我們有些 我的個性可能是腹不一樣 是我在心情不好 所以可能會 一般可能都是很開心的時候 那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想要聞一些比較 就是沉穩的味道 讓我的心情可以得到一個 平靜被安撫到的感覺 對對對 這個就很像我之前 需要不太一樣 有說過 我喜歡看下雨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下雨的時候是 就是 大家什麼事也都不能做 就只有靜靜的待在屋子裡面 只能看著外面這樣 那我覺得下雨會給我有一種療癒的 重新按下reset鍵的那種意味在 所以我自己其實我個人蠻喜歡下雨 一般其實大家都多半不喜歡下雨 但我覺得下雨是 大家在跟著我一起那個 掉眼淚的感覺 我會反而得到一些治癒療癒 所以每個人不太一樣 我也很喜歡下雨 我很喜歡下雨 我很喜歡下雨成那個空氣中那個味道 對對對 對啊 OK 好 OK 那我們前調呢 先聊到這邊 也藉由這個 大家在使用香水的心情上 可能有觸發你不同的感受 那我們回過頭來再欣賞這支厚吊 我相信它層次變化非常的豐富 後面一定會有所期盼 待會見喔 好 掰掰 拜拜 賣索爾檀香盧丹市 吊鐘系列厚吊回來了 我們剛剛在鏡頭後面 已經自己先試了一下 厚吊真的有真的大大的不同 來 HD 大家先說 好 首先是那個 酒香氣沒有那麼重 對 然後那個 檀木的香甜感慢慢出來了 對 那這裡的香甜感 就是除了有一點點微微的奶感之外 對 就是會讓你感覺到有一股 焦糖之類的香味 可是你的是焦糖 我的是焦焦的味道 我的是比較偏 一個燒焦 可能焦糖 因為焦糖要去烤嘛 也會有那個燒焦的味道 對 類似 它這個焦糖 模擬得真好 但是那個香料的感覺還是很明顯 它還是還蠻 那個香香感還是還蠻重的 嗯 只是說它的 它到了中厚調 明顯那個木質感比較強烈了 對 跟一開始 前調那個木質感感覺沒有這麼強 反正比較偏美食調那個 調性就不太一樣 OK OK 所以你現在走的會像是 林希蒂前面的那個美食調的感覺 應該是說那一段已經過了 你那段過了 前調比較像美食調 然後現在比較會有木質 的感覺 嗯 嗯 好那林希蒂呢 現在這支厚調在你身上 後面呢 現在又 我剛剛一聞就是 它又更香甜一點了 然後那個焦糖的香氣要更多一些 對我來說它就 又更美食一些了 對 然後帶一點那種 很像野奶那種香氣 微微奶奶的 然後帶點香甜 焦糖香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在我身上而言 比在前面的更 不一樣的美食感啊 現在就是焦糖香氣的感覺 我覺得再更多一點點甜感 在裡面 但你們同時都有說到 就是你們有聞到一些奶香出現嗎 對不對 可不可以再幫我們多形容一下 它這個奶香 就是它的香甜感 不是這種 果香的香甜 或者也不是這種 美食的香甜 對 那它的香甜感是讓你覺得 比較濃稠的 對 那同時也沒有像焦糖那樣 就是它除了焦糖的這種香甜感 它還另外有一個香甜感是沒有那種燒焦的味道 那通常講到檀木 檀木就是一個很標準的這種類似的香甜感 是是是 那我們都說它是奶香嘛 嗯 OK 好 那我自己 覺得 這個就是 還是 教堂 這種500年以上 教堂 木頭 呈現出來 嗯 嗯 非常 立體 非常純粹的 木頭的香氣 那我倒是一直沒有往美食調去想 嗯嗯嗯嗯嗯 那但是那個焦焦的帶一點甜 甜感 甜潤感 所以確實你們剛剛喜歡這個焦糖 我覺得是很貼切的 那 它給我的畫面 就是 本來從很嚴肅很莊嚴的教堂 嗯 到了反而是比較 輕鬆 像比較古時候的這種 宮廷式的房間 那種 可能是 皇宮的 皇上的床啊 這種木頭出來的味道 反而是比較甜潤一點的味道 比較沒那麼嚴肅了 前面有一點外表嚴肅 但 厚調反而是呈現這個 內心的這個 火熱的一面 我覺得啦 對我來說這個木質 轉變的落差還蠻大 是有的 OK 我是覺得它的確是有一股成年的感覺 對嗎 對有一個成就的感覺 嗯嗯嗯嗯 那你 你覺得這一支 你會把它定調在什麼樣子調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美食啦 也有講到木質啊 對 那你覺得你會把它定調在 東方木質新香調 東方木質新香調 OK 東方木質新香調 那如果 是 它有琥珀 有安西香 有彈木 嗯 有眾多香料 對 嗯 OK 那如果零到十 你會給這支幾分 哇 這個我一定要給十分啦 哈哈哈哈 因為從來沒見過是嗎 對 類似的彈木其實很少看到 對 是是是 OK 那零到十的原因 要幫我們說明一下 十分 我知道十分的原因 因為 首先就是 我其實很喜歡酒香氣的香水 他一開始給我帶來那個酒香氣 我非常喜歡 再來是他的彈木 跳脫了一般人對彈木的印象 你的確後來聞得出他是彈木 對 但是他又不會 那麼的奶甜奶甜的彈木 也沒有那種寺廟感 對 對 那同時他 還是保留了彈木的特色在裡面 對 那你如果是 喜歡彈木 那是不喜歡太彈木的彈木 嗯 對啊 那 這一支我覺得首選 是 OK 你剛剛這個繞口令 還真的是 我們要回放一下才知道 哈哈 像彈木的彈木 OK 好 謝謝GD 那林心立呢 這一支 你會把它定調在什麼地方 定調在 辛香木質 偏美食料 嗯 OK 0到10 你給幾分 也是10分 10分 對 因為第一個是他的特色 我覺得他就是 不管是他 對這樣商品或是他的稀少度 我覺得他都值得到10分 因為要收藏他也非常困難 然後因為現在麥索湯香 他在印度他是禁止限制出口的 所以這樣子的材料也更稀少了 對 然後再加上我覺得他的 他的調香的特色非常的特別 對 他跟其他製的彈木的特色不一樣 或許跟他 產的年代也有關係 因為他1991年做的產品 跟現在我們目前接觸到的彈木的 都不一樣 作品其實是很不相同 是是是是 對他有他的自己讀書一個的地方 有有有 對 然後我覺得他很特別是會讓我覺得 有對彈木有另外一個認識 原來他也可以把它做成像這樣子的感覺的 因為我們以前沒有接觸過這樣子的感覺的那個彈香 是 那 味道又是好聞的 對 十分 你在邊講的過程 我在鏡頭裡面一直偷聞 我一直想像 一個 一個畫面 你知道 我 不會把它定調在 木質 然後 就是 辛香 HT大家說 還有酒香 這個香調裡面 那我一直沒有聯想到美食 但是其實以你說我是覺得有 可是我剛剛一直在想的畫面 我一直 你知道美國的發跡的地方是那個 廢城的地方 對不對 他是 1976年獨立之後 那 廢城又一個很有名的 1776年 1776年 那廢城又一個很有名的人住在這邊 叫做富蘭克林 那 因為我們有去過這個富蘭克林的故居 他有一些遺址在那邊 他算是一個名人 這個 $1 頭像就是富蘭克林 那 他最早他是 科學家 他也是個政治學家 他也是個數學家 這什麼都是 什麼都有啦 就什麼都是他 他就對了 那 你在看到 他的遺址的時候 這些 遺留下來的 不管是 他是做印刷的嘛 對不對 當時的印刷的地方 或者是這些 老舊的木頭 這些 我都覺得 越聞越有 在美國這個廢城 他這個老舊遺址 就是富蘭克林故居的地方的味道 所以 讓我有非常多畫面來聯想 所以 而且這支彈箱 是我們之前聞過 都不曾出現過的這種彈箱的呈現 所以我會給他 你們都10分 我就會給他12分 真的是太特別 不是因為他貴的原因 或者是難取得 我覺得他在呈現就是 有別於我們 錄製了這麼多 寒木箱 這支真的很有特色 對 有機會 歡迎來現場 因為他沾式的 我們來現場試試看 嗯 你一定會感受到 我們在這個影片 要表達給你的 也很 少見 看到這個吊鐘系列 對 非常謝謝HT大大 跟連心弟 跟我們一起分享這一支 呃 什麼 賣說的彈箱 賣說的彈箱 哈哈哈 OK 好那待會30秒就 拜託兩位囉 好的 待會見 拜拜